每年暑假期间 三重中央扶轮社特地开办青少年领袖营活动 当天吸引了将近100多位的学生报名体验 黄礼服社长也说到 希望透过不同领域的课程教导 让青少年在踏出校园之后 更能够懂得将扶轮社回馈社会社会的精神 给代代传承下去 每年暑假期间 国际扶轮3490地区三重中央扶轮社 特别精心策划青少年领袖营活动 来自古堡家商以及东海高中等五所学校 将近150位学生报名体验 然而社长黄礼服也说明主要的用意 文庚文社举办青年领袖营 已经第29年参加的区域 四十一三重区五所学校 高中优秀的学生员 我们希望利用这个时期来举办这个活动 希望所有的学者们能够透过企业 加来演讲来现场指导 给他们更多的学习机会 给他们能够与社会接軌 使我们的青年学组将来成为一个社会 更尚存的一个优秀联裁 连续我们三重中央文社的宗旨 回馈社会是福人社的理念 因此如何了解现代年轻人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所以邀请不同另一的讲师现场解读人生 好让他们对福人社的运作有更深层的认识 我们的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社区的年轻人 能够学习到领导统一 学习到国际观 学习到社区的文化 更了解我们社区福人社的运作 传承给我们现在的青年学子 让他们有透过学习训练 培养自己的自信 对于他们未来能够更有想法 去面对未来的挑战 为期两天的领袖营参加同学都说 透过讨论和彼此互动收获良多 感谢三重中央福人社每一年都举办 就是两天一夜领袖营 就是可以学习到如何 其实先领导自己是最重要的 就领导自己 自己把自己自律弄好之后 就可以进而去领导更多的人 然后帮助社会回馈社会 最后来个全体大合照 这也显示汇集众人力量 三重中央福人社开办青少年领袖营活动 不仅为国家社会培育未来优秀的福人社种植 更期盼让各界都能够看到福人社代代传承下去 成为服务社会的最佳典范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采访报导